由於節目調動關係 本台原定播出的《酒店靈異》系列 將順言致下星期四播放 不便致處敬請原諒 生氣嗎?生氣?不要生氣 龍哥忌神不用尊重嗎? 下個星期再看《靈異》吧 今天和我一起紀念馬龍哥 Hello 各位網友 歡迎大家收看《什麼唐水浦》 現在是7月 今天是7月22日 即是剛剛播出的時間 剛剛前兩天 7月20日 就是李小龍的紀神 離開了我們多久呢? 原來足足48個年頭 每逢7月佩詩龍 所以在7月期間 我《什麼唐水浦》 一定要做一個特輯 去歌頌和紀念李小龍 以往我在不同的平台、渠道 我發表過文章 拍過節目 甚至拍過短片 去講不同李小龍的時跡 今天講這一宗 我真的未講過 當然我講李小龍的 都一定是真人真事 牽涉到有幾個人 今天我們的標題 就是兩大宗師會面 哪兩大宗師呢? 第一個當然是說李小龍 李小龍 一個武術的改革者 截拳道的始創人 他的武功無可置疑 第二個宗師 我稱為宗師 哪一位呢? 就是我本人的先師 已故的師父 趙家太祖拳的傳人 都是掌門 趙松武師父 可能很多朋友 未聽過這一門拳述 太祖拳我聽過 不是 跟你們聽的太祖拳 或者太祖長拳 是截然不同的 這一門拳述 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沒有趙家在 其實他根本不是一個門派 他是由趙康印 開始 內傳下來 什麼叫內傳? 你是去那一房的子孫 那一房 直系傳下來 傳男不傳女 趙康印譬如他有 太祖 後世叫 有太宗 有魏皇派 如果你熟悉歷史的話 太宗派的人 是不懂這套拳述的 所以 趙松武先師 就為了要分清楚 不要被外界混淆 他就加了趙家 因為在族譜 他就是趙康印第三十代子孫 他們每一輩都有個字 有肉蝶 肉蝶就是兩句好像對聯 但其實沒有深層意義 但所有的子孫 南亞 就要跟著那些子貝來排名 用了姓名 所以我師父去到那裡是蟲子貝 所以他的名字叫蟲帽 但當然我師父是一個文人 也是從事文化界的 所以他有另一個名字 叫趙縱君 我不能花太多時間去講趙家泰祖權這一門的武術 希望日後有機會可以表達給大家清楚 總之這一門的武術是神秘莫測 因為為什麼 從來是不會外傳的 直到我師父那一代 他打破了這個規例 他把這門武術破例 傳給外星人 甚至公開修圖 不過都不是大規模去修圖 所以真的學識的人很少 甚至乎我可以這樣說 學到他全部武術的 絕無一人 沒有 學到一半的都沒有 到現在來說可以說是失傳 我們學到這些僅如皮毛的 都已經覺得 原來中國武術 是這麼 偉莫如心 即是高深莫測 另外說的偉莫如心就是 因為我師父不講的 我們學了 我也不講的 人家問開未必一定會回答的 所以這門武術就是這樣 煙沒了都是一個很可惜的事 1965年的時候 李小龍是回來兩次香港的 1965年對於李小龍 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 因為他做了幾個轉捏點的大事 足以影響他 第一件就是在美國接受一個 華人武術家王澤民的挑戰 那一場挑戰是足以令到李小龍 改變他全套的武術風格 這個日後有機會 我可以再跟大家去另作討論 今天不講 第二就是去霍士電影公司 唯一一套沒有開拍到的電影 叫陳查理之子 視鏡 亦都是大家在YouTube上 常見到他一個黑白的 穿到西裝骨骨 用英文對答 然後表演功夫 第一次在銀幕上講功夫 就是這條片 李小龍在1965年的時候 有視鏡 然後他的兒子李國豪 在1965年2月1日 如果沒有記錯 2月1日的時候出生 但是很不幸 過了一個星期 他父親李海淳就在香港過世 他就馬上很傷心 因為他跟他爸爸關係很好 過來香港奔喪 14日的時候 就乘飛機過來香港奔喪 但是很有趣 他回到美國之後 童年呢 他六五年 童年戴上五月下旬的時候 他就和家人再回來香港 這次就特別在香港住了四個月 就和太太 和李國豪 就回來香港住了四個月這麼久 那次回來香港 當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也是放下了一些工作 也都拜後了李小龍的師傅 也舉行了一個規模很小的 叫做武術研討會 怎麼來的呢 李小龍是和很多武術界的長輩 是有一個很好的關係 例如大家都知道的 堅叔石堅 另一位呢 和他有很深淵源紅的關係 就是邵漢生師傅 趙漢生師傅就是廣東人 但是他的功夫可以說南北一家 為什麼呢 他在精武會裡面是任教和學權的 我們看電影就有精武門 精武門就沒有這件事 其實就叫做精武體操會 最初就叫做精武體育會 來到香港的時候 慢慢改變成精武會簡稱 最初的時候 精武體育會就在商華 學你活動上面的YMCA那裡 然後就去了佐敦 尼敦道那裡的大廈裡 邵漢生師傅 他可以說精通南北拳術 他有學過霍東國 學迷宗拳 有羅漢拳 跟著孫玉峰學過羅漢拳 有螳螂拳 也是習過紅拳 可以說南北一家 李小龍也有跟他學習過 有一套叫做節拳 這個節拳和李小龍的節拳道的節拳是不同的 這個節拳是節日的節 據說是少林的一套權術 一套套路 有一些跳躍的招式 我看過一下 話說李小龍就學了這一套 不知道是不是學了這一套 所以跟著就在霍氏電影公司的視鏡上 都有幾下這些花架子顯示出來 反過來就怎樣呢 邵漢生師傅自己說的 生前的時候說 反過來就是李小龍教他跳沙茶 因為那時候那個年代五幾年 跳一隻舞都是一個社交活動 你懂得跳沙茶都是一個時貌的人 不懂得跳 人家問起你好像是有點尷尬 不太好意思 教了他跳 他說李小龍幾個小時就學懂那套節拳 一教就懂了 他反過來 三天他都還未掌握到 入門的節奏是怎樣跳沙茶 這個邵漢生師傅自己親口說的 邵師傅除了是武術的師傅之外 他在電影界都是有職位的 他加入過電影界 初初做過長務、長記的工作 跟著有做演員 若果你在中期 分前、中後期 中期很多的王飛鴻電影系列裡面 你久不久會見到邵漢生師傅的蹤影 話說1965年的時候 李小龍第二次回來香港 當然會拜後邵漢生師傅 邵師傅就很疼他 也知道這個曾經以前 在香港都是一個很著名的青年演員 現在去了美國發展 那時候李小龍在美國 還未拍青鋒俠的 他是做完霍士公司陳查禮之子 在這個視鏡之後 再回去才開始簽約拍青鋒俠 所以那時候他沒有特別出色的表現 不過都希望跟他做一個宣傳 於是憑著邵師傅自己人脈的關係 就叫部界來開一個武術研討會 因為這個是李小龍的意思 因為李小龍去了美國之後 那時候他還未創立截權道 但是他對武術有一番想法 有下了一番苦工去苦練 他已經有一定的成就 他表達了這件事 於是就開了這個武術研討會 那個年代如果你在香港 那些報紙真的不少 數量很多 絕大部份的現在已經不存在在香港 那時候數得出的報紙 真的十隻手指數不完 完全數不完 那個年代的報紙還要分日晚報 你聽過沒有? 換句話說日頭有一份 傍晚就出另一份叫晚報 那些新聞裏面不同的 兩份額是不同的 是豐富到這樣的 為什麼? 那為什麼我要這樣說 那麼多傳媒那麼多報紙呢? 就是原來對李小龍是一個打擊 因為他一場回來 以前都曾經假假第一 電影的少年明星 臨走前都拍到人海孤雄都 挺有好評 但時隔幾年之後 六五年回來 開這個武術研討會 只有一個記者來 換句話說 只有一間報館來 居然沒有人來 如果我現在都會看舊的報紙 舊的報紙內容很豐富 基本上因為他們很缺乏料 外電的新聞不是太多 所以一定要找本地的資料去充斥 當時沒有富刊 富刊文章很多 那時候的報紙很厚 什麼料都要的時候 竟然有一宗這樣的料 只有一個記者來 對於李小龍來說 他不是未宜 我原來對這個地方為何了 開這個研討會的地方 在哪裏呢? 就是邵師傅的家裡 他的家裡很大 當時有邵師傅一兩個門生 邵師傅的太太 跟著李小龍 和唯一一個在這裏的記者 這個記者 就是我師傅趙松茂 那時候他一直都是 他來香港 都是一直在大陸來香港 一直都是做文化界的 做記者寫文章 甚至後來有自己的雜誌社 就是新武俠雜誌 都是他做社長 我師傅是一個很沉默寡言的人 你見到一個文質奔奔 謙謙君子 戴著褲子很粗框 很深近時間 看到人很受削很高 你怎麼看都不會覺得 他是一個武術宗師 怎麼看你都不像 從來不會表現出來 不合談他完全不會談 當時我師傅 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記者 1965年 來到的時候 褲子龍很無人 但是 做戲一樣 只有一個觀眾都要做給他 一個記者 他不是記者嗎 人家要交差的 你都要說吧 黃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你一說話 我師傅一聽 這個人有了 這件事是我師傅親口跟我說完整件事 很多年之後 我找回一本很舊的新武俠雜誌 我師傅原來寫了這一段歷史下去 詳細記錄 也曾經在報章詳細說過這件事 在八十年代頭的時候 我師傅親口跟我再由頭到尾講過這件事 他就說 李蕭龍跟他說 關於什麼叫做武術 很簡單 他講了很多東西 那天他講了幾個小時 簡單來說 李蕭龍一句說完 不打得的你不要叫武術 這件事 趙師傅在旁邊聽著 他就秒咀的 為什麼呢 趙師傅 他生前 他教的武術 他提倡三個字 康、樂、胃 什麼叫康、樂、胃呢 康健康 樂要快樂 很開心的 胃 最後才講智慧 李蕭龍就不接受這套 他就立刻拼了 雖然是前輩 他立刻拼了 其實這件事 我師傅看了眼淚 完全同意 因為這麼多年來講 沒有人是這麼率直 這麼坦誠 我師傅說 是夠膽把自己心裏面 毫無保留表達出來 我師傅就覺得 學功夫不打 學來托嗎 是吧 難得有個滋陰 但我師傅又不出聲 李蕭龍就說 不打 我贊成 兄兄 武術的東西 你可以用來做康樂 健身強體 可以 沒有問題 但既然是這樣的話 你不要叫他做武術 換句話說 你不是用來打的 終極目標 你不要叫他做武術 如果是套路不能打的 不要叫武術 他說怎樣說也好 真實的格鬥 和平時操練的套路 一定有個分別和差距在這裡 這件事說到老人家 趙師傅都沒有話要說 無論如何 這個討論會研討會 是為李蕭龍而設的 一定要他拿莊 然後我師傅就打蛇水軍上 誰是最好的武術 除了打之外 那怎樣才能打得好 李蕭龍很簡單地說 訓練一定要科學化 這句話 現在我們說的是理所當然 但當時來說 聽了字面都未懂解釋 什麼叫做訓練科學化 你這樣說就是訓練有人不科學的嗎 是不是 即是不能打的就不要叫武術 那即是說有武術是不能打的 其實李蕭龍看出這兩個點出來 那意思就是 只說沒用的 要示範的 李蕭龍就示範了 最基本的 國術或者我們空手道傳統 空手道把拳握在腰上 要揮一拳出來 那李蕭龍說 你覺得這一拳怎樣 我師傅說 普通啦 見慣見熟 李蕭龍就一針見血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這一拳是完全沒有效用的 因為為什麼 完全不符合那個科學 我在實際格鬥的時候 你完全派不到用場 幾乎可以這樣說 那我師傅就說 那原則 怎樣才可以是一個好的拳 李蕭龍就示範了 他就示範了另一個充拳 當時 他都是 握在高一點 我問我師傅 我說李蕭龍是否擺這個格鬥 我師傅說不是 他都是同樣 擺在這裡 不過不在腰部 高一點 那他怎樣示範呢 他打了個空拳出來 今次 很不同 他說 李蕭龍 用了腰馬 第一拳打出來 純粹是拳 第二個 他純粹打了腰馬出來 用腰馬打了這些拳出來 我師傅形容得很細緻 他說 一個這麼普通的拳 甚至乎 剛剛李蕭龍示範完 他都說 這拳是沒有效用的 但是他配合腰馬下去用的時候 他說 一下這麼普通的拳 是他這輩子未見過 打得這麼出色的 怎麼出色呢 李蕭龍當時 穿了一件短袖衣服 西褲 他就這樣打了這個拳出來的時候 不要說拳風 我師傅形容為 周圍的空氣有一種爆裂的聲 不是只是 一種炸裂的聲 是一種炸裂的聲 是空氣被衝擊的聲 是窄到這樣 他說 若果 武俠小說裡面形容 那種快到看不到的速度 就是這種 這是他第一次見 我師傅是不讚人的 尤其是武術家 我幾乎未聽過 這麼衷心去讚一個人 然後 李蕭龍就說 空拳是這樣打的 但是我想你再看另一個拳 於是就叫了 邵漢生師傅兩個門生出來 拿著一塊報紙 那時候的報紙很厚的 而且家裡是流行儲報紙的 因為報紙有很多作用 用來煎煲或包東西之類 很流行很慳 他說那一塊報紙大概有兩三寸厚 兩個人握著 上下兩手握著那一塊報紙 握法就好像兩個人握著 平時我們空手道踢板 一樣的握法 握得很實 如果板這樣就很容易打得斷那塊板 報紙可以怎樣玩呢 他說李蕭龍於是站在前面 就扎了一個馬 這個馬就不是 他形容就不是 我們平時空手道 我們開到馬很大 不是 普普通通一個馬步 站在這樣馬步 然後右手在前 他之前試了一個是右手在後 現在這個右手在前 然後放在前面 距離那塊報紙距離幾吋 距離幾吋 又不是一吋 是幾吋的距離 然後很快 他一下 標前 又是用腰馬式 一標前 拳頭一插來一轉 他說那塊報紙是 本來四隻手握著 那塊報紙脫手 飛過去 看著那塊報紙是旋轉 然後散開 然後才跌到地 一塊報紙 扯開了 然後轉著走 散開 那個力是這樣的 你想想那塊板會是怎樣 你想想如果那個人會是怎樣 再強調多次 那時候李小龍還未創立 折拳獨 然後李小龍示範了一個腳法 是一個 當時叫勾踢 其實就是現在一般來說 我們的擺踢 或者叫船踢 這樣踢上去 師傅很留意 他都是用了腰馬 很疾速的 動的幅度比較大 即是弧度 腳踢上去的弧度比較大 很疾速的 啪 這樣踢上去 我師傅 你覺得怎樣 我師傅說 很好 當然 當時他很讚嘆 但也沒有跟李小龍多說 但李小龍感受到很有趣 這個四眼仔 即是李小龍仍然我師傅 他懂功夫 而且有些見地 當然在我師傅的心目中 李小龍這個人 完全是一個天才 將會是一個偉大的武術家 即是說 他覺得那時候 未是武術最高境界 但都幾乎入化境 我師傅這樣形容 當然有改良的地方 他最拜伏李小龍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很肯定知道 李小龍是不滿意他擁有過的武術 他是完全樂意推翻自己的東西 繼續創新接納新的東西 然後他不會死抱著以前的成就 不放手 他會繼續精益求精 一路進步 他說這個人這樣才得人害怕 然後示範完 要寫的都寫了 沒甚麼要做 邵恬生師傅 就捧了幾碗糖水出來 是紅豆沙來的 我師傅 師傅 師傅煮了紅豆沙 就吃紅豆沙 李小龍沒有人 想回你 那怎麼辦 沒有人理會我 打完功夫 功夫好又如何 沒有人理會 沒有吃紅豆沙 然後就問我師傅 你有沒有事要做 我師傅說不用了 我今天特意來做採訪 然後就不用做事了 一出來喝東西 叫我師傅出去餐廳喝東西 就出去吧 去餐廳喝東西 他還記得告訴我 就是彌敦道的ABC餐廳 那時候有間很出名的ABC餐廳 兩個人都在 李小龍就問你 你懂功夫 我師傅就說 我懂一點 我師傅經常都是這樣說 如果他說 他又不會完全說不懂 他只會笑笑 如果他看得起你 他就說我懂一點 很謙虛 然後龍哥就問我師傅 這一點我就忘記了 我忘記了我師傅 有沒有真的說真話給他聽 還是說家傳的一門武術 還是說趙家太祖的一門武術 我就真的忘記了 那師傅就問 為什麼 是為什麼 師傅就很謙虛 也不張藥 他說不要 他說不怕 不要緊 我告訴你 如果我的拳我就這樣打 剛才我示範是這樣 如果我自己打 我就這樣 他就立刻在餐廳裡站起來 就立刻打 周圍的人看 我師傅說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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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示範 不要 我的皮毛而已 有謙虛地推了他 之後就 談完大家都離開 原來有留下聯絡 我師傅是沒有聯絡過我 不過事情是否這樣完 不是的 過了兩年之後 李小龍再次回來香港 就這次帶了我 美國的徒弟回來一齊 他找回我師傅 約出來喝茶 原來他念念不忘 趙興 你當時說 你講過家傳 你的那門武術 是腳法比較豐富 比起其他國術都多志多彩 你只是這樣說 事隔了兩年 你可不可以讓我看看 那次我師傅真的肯 那他們兩個去了哪裡 去了旺角亞街老街的麥花省球場 那時候的球場外圍 就是用鐵網圍著 不是鐵絲網 即是鐵網直轉圍著 我師傅就站在那裡 我只是示範一個腿法 我們叫做腿法 我們的腿法這樣踢上去 有個名叫盆龍腿 分上、中、下三個高度踢 師傅就踢那個網 就踢給他看 低、高、中 連續三下這樣踢上去 我首先要說 現在我不示範 你看一封相 你意會到就意會到 這封相 這個腿招 你要看似很簡單 和所有其他武術的腿招 的法力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用法都有不同的 我拜入師門之前 我是跆拳道黑帶 亦都學過泰國拳幾年 兩種不同的武術的腿法 我都認識 但是入門之後 我整整是花了超過半年的時間 我才可以改正到我的踢法 來踢回趙家泰祖拳裏面的盆龍腿 以前完全踢不到 踢到的形都無法發力 我花了半年以上的時間去這樣做 直到現在得心應手 我踢什麼腳法都好 我要踢回趙家泰祖拳的盆龍腿又可以 我踢空手道的又可以 踢泰拳的又可以 是分得很清楚 因為拍戲經常都要這樣分辨 為什麼要這樣提呢 我師父示範完這三下腿法之後 立刻是立刻 李小龍說 是不是這樣 踢回三下腿法 我不是說過 很難踢的 我三下腿 李小龍踢出來 我師父說 怎麼都有七成 因為我沒有告訴他 裡面怎麼發力 我只是說一個型 你踢到一個型 你基本上都不差了 你力不差幾 他說起碼都七成 我師父說 我未見過這個世界 有一個在武術上 這麼聰明的人 李小龍就是一個這麼聰明的人 那次很有趣 不知道是否大家 聲聲相識的關係 你知道李小龍都很不介意 大家要試試 真的沒有要求 視守 完全沒有 也因為 看隔離來說 李小龍比我師父 但看隔離來說 比我師父大多 也沒有比力 也沒有 大家都維持一個 很聰明相識的 武術上的朋友的關係 之後李小龍走了 留下地址 我師父有的地址 直到李小龍回來香港之後 紅了 拍了電影 他一直 原來有企圖找我師父 我師父收了很多封信 有時候 電話不流行 也都報館 你只可以寄信 我師父 一封信都沒有回過 我問為什麼 師父 因為他說 我不想攀龍赴鳳 因為我師父就是一個 這麼低調的人 連自己的門術 武術 你都不會宣揚 有這麼低調的人 很謙厚 這些事情 我什麼時候才知道呢 直到就是 我入門之後 也幫師父 去打理雜誌 很多事情 做雜誌裡面的記者 開始 他有一天 在馬上跟我說 你什麼時候可以這樣 我說師父什麼事 你幫我幫忙 做翻譯 我說我翻譯什麼 因為有時候 有些文章都是我翻譯的 原來Linda 即是李小龍的老婆 那時候李小龍死了 這個說八十年代頭 李小龍的老婆來香港 找他 有這樣的事 他才把整件事告訴我 李小龍的老婆 Linda 打電話跟她說 很有趣 Linda是會說中文的 不過當然很鹹淡 然後就說幾句英文 他說 Linda 好啊 我們什麼時候見面 然後說 Linda就說 可不可以喝茶 我笑說 好啊 我們喝茶 於是就約了在中環 中區 那時候有一間脆院酒家 然後娛樂行那裡 有一間脆院酒家 就訂了一個廳 我師傅訂的 就叫我去做英文翻譯 那時候我英文很激 其實我是中學生 那時候 我還沒讀完書 我已經在做兼職記者 但我英文很激 但都溝通到 就第一次見Linda 感覺很神奇 很奇妙 等如見到李小龍 那Linda回來做什麼 就跟我說 原來 李小龍一直好 念念不忘我師父 他找過很多次 但是找不到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不理他 但他原來跟Linda提過很多次 他說這個人 很值得交朋友 就是這樣 Linda記載心 那Linda過世都約乾年 七三年死 那時候八十年代頭 起碼都有八年 Linda回來香港 特意找我師父 他在那邊打探 美國國術界 原來有人認識我師父 原來現在一本新武俠集戰 New Martial Hero Magazine 就是我師父做社長 對 就找到你了 有地址有電話 就是這樣找到他 那找他做什麼呢 就是 李小龍死了 剩下很多文化上的遺產 現在我想出第一本書 是我授權的 亞洲區授權給你出 亦都是英文版 在北美會出版的 叫做 The World of Bruce Lee 李小龍世界 我師父 給了很多一手的資料 和圖片 我師父 因為我師父做出版印刷 所以就在香港 和他搞這本書 就是這樣 我知道整件事 亦都認識到Linda 後來認識到Shanon 她的女兒 亦都知道我師父 和李小龍 兩大宗師的這段淵源 真是這次在影像上 第一次和各位網友去分享 這一段武林的日事 希望大家喜歡 喜歡的話 記得點讚、留言 和分享給各位的朋友 幫忙看廣告